全球各地的疫情走向大不同 俄羅斯疫情嚴峻 單日多36,000多人確診 新增1,000多人死亡 兩個數字都在創單日新高 同時發現多宗新個案 都跟最新發現的Delta亞變種 AY.4.2病毒株有關 個案零聲片及全國 當局憂慮,這種傳染力似乎更高 新發現的亞變種 有可能取代Delta成為當地主流的病毒株 進一步推高確診人數 計批准全國在月底停工一個星期之後 首都莫斯科下個星期起會再次封城 同樣出現Delta亞變種個案的英國 單日再多49,000多人染疫 當局預料新一波的高峰就來到 到時可能會有多達十幾萬人確診 要求民眾盡快接種疫苗和加強劑 但無意在收緊防疫措施 社會警告新型肺炎疫情可能會持續多一年以上 但專家似乎最擔心的不是變種病毒株 而是疫苗接種率 說非洲只有不夠百分之五的人口接種疫苗 遠遠低過各大洲的四成接種率 認為貧窮國家沒辦法獲得疫苗 很可能令到疫情拖到明年年底 兩個月前確診中數仍然處於高峰的日本 近日疫情大幅緩和 東京由單日超過5,000人確診 大幅回落至到幾十人 有專家認為與當地接種疫苗加快 發揮臨時群體免疫效果有關 有線電視記者 略出山報導